Hello 大家好 讲到上海的法师郎马路呢 总是绕不开四南路 四南 名字都这么好听的一条马路呢 是上海最文艺 最浪漫的马路之一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自己去逛四南路的话呢 一定你推荐一条路线 涵盖了有很多历史故事的花园洋房 能够拍出很多美美照片的欧式建筑 和一定要去打卡的网红书店 那这条路线的起点 位于四南路73号的州公馆 这双建筑的外观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上海老洋房 挖墙箱满了蚝卵石 被爬成植物环绕 进了大门直接升到二楼 里面的家具和装饰都是比较简朴的 当时楼下是共产党人的接待室会议室 楼上就是几顶宿舍 在整个州公馆有一个很秘密的角落 是一个特务监视点 因为当时周边有大量的特务 带公开的或者秘密的监视 周恩来 董必武等人 楼上参观完可以去车库里 看一辆很酷的别克车 算是一个小彩蛋吧 周公馆出来之后呢 沿着这条四南路往前走 最后手边你会看到 好像是进了一个小区啊 其实这个片区的洋房都属于四南公馆 是1920年代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 今天后会出过几十位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大佬 分享一个小故事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通货的国家 当时中国签字的有八位代表 其中四位都曾经住过四南公馆 那在这个地方住过的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物 比如说宋爱玲 孔祥锡一家 叶海花的作者曾璞 还有金句大师梅兰芳先生 那这一块的几栋洋房呢都改造成餐厅了 我觉得拍拍照片感觉还可以 比较安静 但是看点不多 那这一圈走完以后 我们继续回到四南路 过个马路往前走八十米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气派的院子 那里就是孙中山古居 每年搭红色旅游的时候会来好多好多次 我觉得如果带着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 对这位伟人感兴趣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 里面把孙中山先生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孙中山古居看完之后呢 给大家讲两家网红店 终于讲到矿店了 孙中山古居往前走七十米 左手边是一家很好拍又很有氛围感的古董发源咖啡店 眼熟吗朋友们 这不就是前两年我们的县男友韩商言 给后妈取香链然后今年夏天荣耀的于途和学长一起吃饭的地方吗 很多的剧组都在这里取景 如果你去的时候人少真的感觉非常好 但如果去的那天人比较多的话呢 我还有一个推荐的地方 在古董发源往前走的那个路口呢 右转是复兴公园 左转是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必打卡的网红书店 私南书局诗歌店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公园啊 这里被很多人誉为是上海最美的一家书店 前身呢是俄国人建的一座东正教的教堂 前两年特别网红 但是现在呢就过了那个劲儿了 就很适合去逛逛 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些时间节点 这条线路一走下来的话 应该是在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左右 周公馆和孙中山故居周一都是闭馆的 然后重点我要讲一下 这家私南书局诗歌店 六点钟就关门了 所以大家要稍微掐一下时间 然后我这支视频起到了所有的地方 除了孙中山户居要20元门票 其他都是免费参观的